学运的成员要面对的是接踵而来的司法调查 现在正密集的展开 针对了318占领立法院还有323公 占行政院以411包围中正一分局 警方是逐一的过滤了搜正带来找出涉案的对象 而包围警局的洪虫宴预计最快在明天就要进行约谈 后天则是冲行政院的夭西还有美籍教授梅新怡 而最快下个礼拜就会针对林非凡还有陈为庭等十几个人寄出约谈通知书 323警方强制驱离现在法官裁定要保全证据 要求警政署台北市警局必须在五天之内 交出驱离当天的所有搜证光碟 周边道路监视器以及警方请勿分配表等资料 16号下午五点钟就是最后期限 但目前为止警方还是静悄悄迟迟未交送任何证据 如果说他没有在今天提供 那就表示他违抗了法院的命令 那我们当然会进一步要求法院采取更强烈的 律师团主动出击 不让警方学国防部不是没有画面就是黑画面 但另一方面警方也大动作展开约谈 预计最快17号针对411包围中正一分局约谈红重燕 18号则针对323攻占行政院的腰西刘静文 如果再不到就直接寒送检方正办 同一天还预计约谈辅仁大学美籍教授梅欣怡 至于太阳花学运的源头警方最快下周会对林非凡 陈维廷等十多人寄出约谈通知书 算一算太阳花学运至少80人被列入约谈名单 318占领立法院就得约谈林非凡 陈维廷 吴征 赖品玉等25人 而323冲行政院则是魏阳 陈廷豪 许丽等54人 接下来411包围中正一分局则是红重燕 喷其南等人 学运退场司法站随之登场 虽然太阳花学运司法工坊的第一站起开得胜 但接下来的官司诉讼还有得打 至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